哈喽 各位屏幕前面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我们上海交响乐团直播间 今天是我们爱我中华暖心同行在线音乐会的现场 最近这段特殊的时期呢 我们上海交响乐团也做了很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比如推出了首席课堂 有准备的聆听 以及在线音乐会等 虽然我们暂时呢不能在音乐厅相见 但是我们可以像今天这样云相见 那在这呢 我现在必须要夸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 可能很多人还在刷着购物直播啊 或者是化妆直播等 在打发时间的时候 你们正在我们上交的音乐厅的这个直播间里面 说明你们一定是非常热爱生活 非常有品味的人 今天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直播间的几位成员 这位是我们第一小提琴黄娜 第一小提琴呢在弦乐四重奏当中呢 其实是演奏主旋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所以地位很高 那么娜姐是我们四重奏东海岸弦乐四重奏组的拉琴最棒的人 第二小提琴 石振宇 他是我们组的颜值担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是我老公 接下来是大提琴 上海交响乐团中提琴代理首席 我呢很显然是我们组最能说的人 那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呢也很多年了 所以我们成立了东海岸弦乐四重奏组 喜欢我们的朋友呢可以关注 接下来我们呢要给大家带来一首作品 是和今天的主题相关 今天是2020年的4月22日 是世界地球日 那共同守护大 我们需要共同去守护大自然 青山绿水 青山绿水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作品 就是描写大自然风光的 那么也算是我们今天音乐会的第一个彩蛋 不在我们的节目单上 如果你们听出来是什么曲目 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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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在这个时候都会响起比较热烈的掌声 那么这也是观众和这个台上音乐家们唯一的一种互动方式 但是今天这一场是没有掌声的音乐会 所以我们都有点不太习惯吧 对 我们演完在我没有掌声 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感觉 那么谢谢工作人员们的掌声 那我们现在在现场呢 只能看到一些工作人员 还有几台摄像机 以及手机和支架们 还有一盏美颜灯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现场的全部 所以如果屏幕前的朋友们喜欢我们的音乐 那个火箭啊什么飞机什么的 你们就可以刷起来了 大胆地表示好了 那么刚刚这首作品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留言 因为我也看不到你们的留言 那么这是一首《蓝色多脑盒》 接下来呢 我们带来的也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音乐作品 上一次我们组演这首作品呢 是在上海的犹太纪念馆 这一首作品的主要旋律 就是由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 两把小提琴来演奏主旋律的 我当时呢在音乐会现场 在演奏的时候就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那我想这个名字大家可能能够猜到了 没错就是辛德勒的名单 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这首作品带给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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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段音乐里面会久久地出来 那么我们跳出这段情绪 接下来会给大家带来一首不一样的作品 其实我们在这场音乐会之前 大家有讨论过 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曲目带给大家 希望除了有朋友们喜欢的好听的电影音乐等等熟悉的之外 还想强行给大家安利一些我们古典音乐的作品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强行安利的就是 古典时期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曲家海顿的作品 海顿奥地利的作曲家 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他的很多作品听起来都是非常乐观的感觉 这种情绪 今天这一首作品是他的第74号作品第三首 那么带来的是第四乐章 这个乐章比较短小 但是节奏非常地轻快 也非常地好听 可能大家听好了这两首作品之后 听到海顿会完全有一个不一样的画面 那么这也是我们古典音乐家们非常喜欢 也是想让大家能够听到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海顿之外呢 还会有其他的作品也都是我们古典时期最著名的代表作曲家 大家可能有看到我们台上有一个不太搭的东西在这儿 就是有一个黑色的带子 大家不妨猜一猜这里面是什么 对 因为我呢 这一会儿是我主播 来体验一下当主播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还是挺紧张的 就拉琴的时候还挺自信的 说话呢就还是比较颤抖的 那么接下来呢 等我们海顿这首作品演完 我的这个主播呢 任务就结束了 就传给我们隔壁的重量级的人物 陈老师 陈少敬老师了 那么说到当主播我的感觉就是 好像当主播都要带货了 那么我们上海交响乐团也有 我们有很多文创系列的产品 而且呢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小程序 所以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喜欢上海交响乐团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还有一碗小混沌小程序 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海顿第74号作品第三 第三首的第四乐章 希望大家可以很喜欢 还是要强行再说一下 我们弦乐四重奏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搭配 因为海顿的作品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弦乐四重奏的作品 因为也是从它这儿开始 基本上弦乐四重奏的编制就正式确立下来了 那么所以呢第一小提琴演奏主旋律 第二小提琴和中提琴是终声部的 会承担一些伴奏啊 还有一些节奏律动方面的这个作用 那么大提琴呢就是低音的支撑 所以第二小提琴呢有的时候会和第一提琴呢 两个人进行搭配 那么中提琴呢 这个比较大家比较陌生的乐器呢 是从海顿这个时候开始 定进了这个弦乐四重奏的编制里面 所以呢我们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员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来一起欣赏海顿这首作品 请不吝点赞 您 ли comes不吝点赞 您身份量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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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